女孩把辣椒塞进了男孩的裤子里 辣得他直接跳了起来 气得直跺脚 指着女孩说 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 当女孩听到男孩用破罗嗓子唱歌时 忍不住捂着嘴偷笑 男孩转头就给了他一拳头 大叫着 你在笑我就作扁你 女孩没有被作扁 反倒是男孩被大人撂倒了 男孩和弟弟小马是孤儿 两人相依为命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 可坏人将他们的家摧毁 他们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在暴雨中 遇到了同样是孤儿的女孩卡妹 同是天涯沦落人 小马觉得卡妹很可怜 要带着他一起走 哥哥看不惯卡妹 认为他是个累赘 但见小马认真的样子 就勉强答应带他一起流浪 他们决定跟着大佬混口饭吃 在大佬新收的几个小徒弟中 就属小马的哥哥最受器重 他成为了小领导 很是气派 想欺负一下卡妹觉得好玩 总是命令他坐着坐那 让他哄啼哭不停的小婴儿 不然就要把婴儿丢掉 卡妹无奈之下只好接住 没过多久 哥哥就发现了大佬的阴暗面 大佬会对唱歌好听的小孩下狠手 将他弄瞎后无路可走 就沦为大佬的棋子 以卖唱乞讨赚钱 哥哥被大佬要求去找小马过来 哥哥看似答应了 但也明白大佬下一个目标就是小马 要弄费他后以乞讨为生 于是哥哥趁大佬不备 将药水泼向他 让小马赶紧跑 他来断后 小马带上朝夕相处的卡妹一起逃跑 哥哥紧随其后 卡妹的手就这样松开 他被大佬捉住拖走了 小马心痛极了 责备哥哥为什么不抓好他 哥哥却说是卡妹自己松开的 也许他不想拖累他们 而且他一定会没事的 上天会保佑他 因为大佬要折磨的人并不是他 而是小马 小马将信将疑 但他也无能为力 只好和哥哥乘着火车 一路来到了太极林 旅游景点游人如知 小马和哥哥偷了两双鞋 就开始干起挣钱的火 哪怕没有专业训练 也能和游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当两个迷你版导游 甚至偷来相机 给游客们拍收费相片 每天赚一千不是梦 好景不长 很快保安就发现了他们在胡闹 将他们驱赶了出去 机缘巧合之下 小马碰到了之前被大佬弄瞎的小孩 他正在做着乞讨 小马可怜这个小孩 把一百美元给了他 小孩不相信这么大金额钞票是真的 让他说出钞票上印着的头像是谁 小马当然不知道 于是三言两语描述了一下 谁知小孩竟然认得 说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随后小孩又说出了卡妹的所在地 小马兴奋极了 和哥哥一起找到了卡妹 卡妹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 在小黑屋中翩翩起舞 小马屏心凝神 看着青梅竹马的身姿 不自觉心惊摇曳 不知道后面大佬已带着小弟堵在出口 哥哥集中生智 掏出一把手枪了结大佬 在哥哥的掩护之下 小马与卡妹得以保命 他们彻夜谈心聊天 还是小朋友般的星星 但哥哥早已不同 他已经摸清楚江湖上的门路 来到另一个大哥的领地 说明自己已将大佬处理 已是忠诚 大哥欣然收徒 就这样 哥哥成为了改变小马与卡妹命运的人 他命令小马离开 小马当然舍不得卡妹 对哥哥一顿拳脚相加 哥哥没有还手 只是把他推了出门 用枪抵着他的额头 卡妹却似乎懂得了哥哥的苦衷 让小马走吧 一别数年 小马已经找到了谋生的工作 在做通信员工时 他暗图索记 搜索出了卡妹和哥哥的名字 虽然卡妹寻找卫国 但他很快就清除了哥哥的足迹 来到建筑工地的楼层中 哥哥见到多年未见的弟弟 正要敞开怀抱 却被小马满腔的恨意所击倒 哥哥被打倒在地 和小马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原来当时被他处理的大佬 还有小弟在追踪他们 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 临别时他还给小马留下了纸条 约定好日后再见 但小马并没有发现纸条 就这样失散多年 小马心中已经对哥哥失望至极 又怎么可能轻易就相信他 小马继续打听卡妹的下落 但哥哥不肯说 小马就一路跟踪哥哥 来到一所大别墅前 里面标志的美人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卡妹 小马气而不舍 以打工仔的借口溜进了别墅中 终于得以和卡妹重逢拥抱 这样的拥抱 他们盼了多少年 不过恐惧很快压倒了重逢的喜悦 这栋别墅的男主人终于出现 正是哥哥所跟的大哥 卡妹对他又惊又怕 让小马赶紧走 大哥也让不速之客尽快离开 小马看着卡妹被暴力对待的伤痕 知道他虽然吃喝不愁 但过的并不是好日子 小马脑门一热 让卡妹跟他走 卡妹不可思议 认为小马还是小孩子心智 他本是龙中鸟 怎么能飞得出去 要考虑的问题太多 小马却直言说靠爱活下去 卡妹当然憧憬爱情 但这样的想法过于不切实际 他没有答应小马 只是让他赶快离开 大哥也出面感人了 小马却说出了一个约定 跟牛郎之女一样 要在一个天桥上再见 他会在那里一直等他 果不其然 当他来到了火车站的天桥 遇到了哥哥带着卡妹路过 卡妹抬头看着他 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不过哥哥又出来破坏美好 把卡妹不由分说地带走 卡妹在车中挣扎 但被刀划伤了脸 看着心爱的卡妹被毁容 小马心中悲痛万分 因此他萌生出一个想法 要上电视让卡妹看到 正好有一个全国知名的答题比赛 能够通过答题赢取巨额奖金 小马就怀揣着这份希望 来到了答题现场 凭借着多年来坎坷 却丰富的人生经验 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创下历史记录的答题者 这位出身停停哭的小马 受到了大众瞩目 也招惹来了极度与质疑 就在中场休息时 他来到洗手间 发现主持人在镜子上 留下了一个选项币 暗示接下来的答案 让他做出该做的选择 小马没往心里去 在遇到下一个不会的问题时 他选择先排除掉两个答案 再选择了帝 主持人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 这意味着小马答对了 将获得更多的奖金 只是等待着小马的 还有一顿严刑拷打 由于他的出色表现 引起了主持人的怀疑 他被当地的长官叫去喝茶 不分青红皂白地质询他 小马身上没少受苦 却一直倔强地咬牙 不承认作弊 那都是他经历过的答案 从前的人生经历没有磨灭他 而是给他带来了宝贵的财富 当他把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都一一倾诉 才被长官相信 放他一马 眼看终极比赛就要开始了 就连新闻中都在播放小马的面孔 为最后的直播比赛预热 小马成为了知名人物 人人都在讨论着他 这个一无所有的小马 究竟是凭借什么能力 可以如此顺利地过关斩将呢 哥哥和卡妹看到小马上电视了 都知道小马还没有放弃希望 哥哥知道小马是个倔主 不达目的不罢休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他笑着来到卡妹身边 让他带着车钥匙和手机离开大哥 只管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哥哥自身就难以善终 卡妹不是个自私的人 不肯就这样一走了之 但哥哥希望成全他们 偿还自己曾经做出的过错 眼看着卡妹离去 哥哥在洒满了钞票的浴缸之中 被大哥的手下结束生命 这是一种命运 另一种命运却如有神助 小马在答题现场拨通了哥哥的手机 过了很久都没有人答应 一阵空想后 人们都以为不会有人来接听了 没想到 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了卡妹的声音 他气喘吁吁 听出来是刚刚一路狂奔过 小马的眼神一亮 比听到了正确答案还要快乐 主持人开始提问最后一个关键问题 题目是关于大众马的小说的 第三个火枪手的名字是什么 卡妹并不知道答案 小马问他在哪里 当确认卡妹是安全的 他才如是重负 继续答题 虽然这道题的答案他还是不知道 最后一个求助亲友的机会也已经被用完 但小马并不慌张 多年来的经历让他学会了从容不破 在命运的投资降临之前 他孤注一掷 终于 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的人们都为他喝彩 大家都为这个淳朴的小马感到高兴 答题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彩带缤纷落下 聚光灯也汇聚在小马身上 他成功了 他成为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卡妹在直播中得知 兴奋地奔跑起来 不过他并不是去电视台 而是奔赴从前和小马约定好的地方 就是有天桥的火车站 小马就像有心灵感应一般 在结束完比赛 拿到奖金后 他也来到了车站 在这个人来人往的火车站中 仿佛周围的一切喧嚣都静音了 小马翻过火车轨道 来到了卡妹身边 卡妹也深情凝望着他 只剩下了他们二人神情对视 卡妹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小马了 小马安抚着卡妹脸上的伤疤 为自己的池来感到抱歉 然而再多的遗憾在此刻都可以被抹平 因为有情人终成眷属 翻越过千山万水 兜兜转转依然是他 这个并没有系统接受过教育的小马 答对了许多人都不知道的答案 逆袭成为百万富翁 和心爱的卡妹终成眷属 他坚守着心灵的一片净土 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污染 但哥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他在沼泽中摸爬滚打 为小马铺垫了一条生路 却没有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 也许命运之神的降临是种运气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一夜报复不一定是童话 因为小马的背后 已经承载了足够多的苦难